我为始亦为终 特别是绿色形态的情况下 它没有绿色的形态 乌龟不算吗 那是淡淡的白色 无敌二 别这样 我们应该说来到了第二季 告别了第一季 然而呢 从哪结束 就要从哪里开始 而且说真的 就是我当时是说 做完乌典之后就要封刀了 因为我觉得乌典的这个版本很弱 没想到放出来之后 大家不仅仅是在浏览啊 评论啊等等方面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而且我感觉到就是 其实在这个时代 我并不是孤独的 一个老男人 你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卡特琳娜 为什么你们这也有卡特 我们这是一局匹配 说到我们今天其实是 我抢先拿一个一血 因为小苍队长是必死的 没错 我们今天是两个男人 一起来并肩作战 我跟小苍队长 你上次说我跟小苍 什么呀 我当时就说了 你再不回北京 对不对 我就只能跟其他的男人去录了 那没办法 我说你 之前评价我和小苍用了一句话 是 小苍队长 形式风格 非常的具有雄性的特征 但其实呢 他体内住的是一个女性 你嘛 外表很妖艳 很美丽 结果内心深处 其实大家都知道 根本是一个狂暴 甚至于是一个 狂暴这个词语 在上一 非常粗鲁 没有素质 的男性 你这个眼神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要用一些 没有素质的手法来惩戒我 不想理解 大家知道这个 七号开局就说了 他是 他为师 我为师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不要相信他 这一期的胡言乱语 好我们 我们还是大概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 今天 还是打一个五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在大家的知识之后呢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这套打法呢 说不定 是能够实现 是能够 为在这个版本 能够带来一些 更好的一些变化 其次呢 今天是元宵佳姐 MISS同学终于回来了 但是没想到 我已经跟其他男人搞上 总而言之 今天就是跟小唐队长 先带来一局这个 这是一局路人匹配 因为他说 我要用卡特林娜 然后打牌位选不到 话说 为什么你不用 我跟你用的卡特林娜打 我的卡特林娜也不拆啊 是啊 那你不回来啊 吼死你了 你是个喜欢外域的人 外域你别闹了 内域都没有呢 好了 别闹 其实我之前在看完 我们上一个赛季的五点之后 我自己有去玩五点 然后挫的 我觉得它有点难玩 真心有点难玩 不仅有点难玩 还很弱 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看 现在是一个一级的雄形态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正常的干客流程 然后就是抓不到人 对吧 而且这一局 我觉得这是一个逆风局 因为我抢 为了抢这个 抢在小三队长挂掉之前 拿到对方的衣鞋 交掉了两个召唤师技能 我的急跑和闪现都用掉了 这一局我没有带惩戒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打法是一个主熊形态 这样的话 我的干客效率会非常高 只要看到我 对方基本上跑不掉 而同时在这个版本 我们发现就是 红爪的 它其实是加强了 因为它作为一个打野的力气 它的价钱已经削弱了 对吧 而它的效果依然还是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 它其实是变相加强的 而同时虎形态 我如果是复生的话 我本身的高攻速 是一个能够频繁触发 红爪的一个效果 好吧 好吧 这边我们还是继续 首先来看看 先切一个虎形 它还能回头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说 就是当面打这个大怪 是一个常见的制胜的手法 因为你想想正常人 他如果足够聪明 足够理智 他就会选择跑掉 他抢死了 也就是说 他要么走 你打的是多少分 这是个匹配 小苍队长 起码也是个2000多分的 你呢 我对不起 最近1700多 你说大声一点 我没听清 没上过分了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你想元晓杰过了 对不对 这个学生们都开始上课了 别闹了 不过刚刚也是看到 你是红buff烫掉了 对面的一个男人之后 他还交调闪现 是我们来讲一些 细节性的操作 刚刚这个 首先从反野开始 大家发现 我走到F之前 我是先切了一个虎 然后切一个熊 这样的目的是在于 就是你切完虎形态之后 五秒之内 你这个手上的 那个虎形态的爆发 是可以存着 那这样的话 我再拍一个熊 等于我碰到别人的那一瞬间 它既有虎的爆发 同时我本身 还有熊的加速和眩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同时呢 我们知道虎形态 它这个爆发 你先切虎形态 然后你就能早点切 第二个虎形态 这样的话 你的输出肯定是高的 而熊形态呢 你早切晚切 你反正六秒之内 都只能晕一次 对 所以你早切熊 其实除了加速之外 并没有学名上的意义 所以 我记得上次 你教的是 先生R系呢 我们现在不是说 打法改变了吗 大家逐渐来 看一看就知道了 从这个地方来看齐 我现在是一个 三级的熊形态 这跟以往 凤凰这个 打野的效果 就不太一样 因为对面看到我的时候 它是百分之百 都跑不掉的 包括这个地方 我先封死它的活路 然后不管你怎么跑 就在目前这个状态 目前这个版本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一个ADC 可以说在赛跑方面 能够跟乌蒂尔来尝试一下 对对对 这个时候 我三级的熊形态呢 我还可以再绕后来试一试 当对方已经看到我的时候 它就已经来不及了 好的 骗到了一个闪现 你不是来不及了吗 是啊 你不交这种技能 你就肯定来不及了 对吧 当对方已经看到我的时候 如果它闪现是有非力的 它就已经来不及了 你别闹 骗完它的闪现之后 我决定来蹲对方的蓝buff 但是时间还早 六分四十秒 所以先把它的这个三郎 给偷掉两个 然后我就安心的 在这个蓝buff这儿 蹲一下 你看到中路 树精在那 然后它肯定是 马上让我这边赶 因为我们知道 树精不仅仅可以 就是正常的时间点过来 而且它还可以早点过来 放这个小树苗 然而呢 我这先切两个 二连虎 虎形态 如果你在放了之后 不切其他 对不起 我先闪 先走 这个地方不着急 依然是用自己的肉体 来继续勾引 等队友的支援 是的 下路已经是双杀 那么我们只能 赶紧利用这个时间段 就趁对方双杀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技能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非常果断的 一定要拿掉这个蓝buff 拿完之后 再做其他的一个考虑 如果说 对 这个卡特 拿过来的话 其实是 有一定的机率 可以先击杀它 南枪过来了 南枪居然还有大 这不应该啊 好的 这里 我可以绕一下视野 但是我觉得我切错了 我应该是先切熊 拍拼它 然后再切虎形态 这样的话 以它的血量 其实是可以击杀掉 还好你的卡特可以逃走 果然你是在用你的身躯 保护仓景 我想做点什么 但失败了 打多打多的就知道 你遇到这种树林 你会不绕吗 你忍不住的 你绕完之后 你会不上吗 你更忍不住好吗 我都已经绕成这样了 我有机会拼掉 你肯定要拼的 不过这一次游戏 竞技游戏的一个乐趣所在 不过这体验出来就是 当你明确了 自己去抓人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刚刚干个上路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在快要 走到它的视野面前的时候 我先开的是一个龟 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形态 但是我开了之后 能够叠一层 我天赋的层数 然后我在快要接近它的时候 我又开了第二个虎形态 这样的话 我就把爆发存在了手里 等我真正能够拍它的时候 我最后切个熊 这个时候 我是三层的被动 攻速和双抗都很高 第一不怕它反打 第二我这个输出 打得会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攻速这个时候 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这个虎 而且我先切的虎 我第二个技能切的是虎 我在熊拍到它之后 马上就有时间再切第二个 我的爆发其实是双重的 如果不是爆发的话 当时是需要你扛一点点伤害的话 你可以再切一个龟 对吧 是的 当然你切不切你都是龟了 你别这样 好不容易刷到第二轮一眼了 顺便说 这个打法呢 其实 之所以想出来是 发现最近这个中路一些 蒙僧啊 杰呀 包括卡茨克 非常的流行 而这些英雄呢 他其实偏物理性 甚至是能量系 那这样的话 蓝buff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流出来的 而虎形态他具有 就是主熊形态 抓人有优势 因为我的速度太快 赴这个虎形态呢 我的输出也很高 唯独就是我耗蓝比较大 你想想在这个版本就是 虎形态打野的效率 事实上还可以接受 因为为什么就是 这个七击 我绕一下 有没有闪现 你应该没有对吧 那我还是杀了你 这个拍到他 他肯定是必死 因为他刚刚在杀我的时候 就在蓝buff那个地方 他已经用点闪现了 小藏队长说 你是在卖萌吗 不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冬蟹吸毒 人死前的行为 是充满了艺术 人死前的行为 真的充满了艺术 如果你的手起刀落 这个刀快一点 甚至能够看到 自己的血配 他怎么还有大 但是不要紧 我现在七级 四级的雄形态 你既能浇光 你也跑不掉的 但是我们的卡萨丁 还交了一个闪现过来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杀意一决吧 大概是 说到这 我们先不提这个符文和天赋 因为我觉得可以在第二场 顺风局的时候来提 然后说到 可以说说出装 首先呢 出门肯定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宽刃 加上五瓶红出门 对 因为虎形态 我这个一级就能增加 35%的攻击速度 这对于 你每打一次 就能附带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真实伤害 和10%这个额外伤害的 这个宽人刀来说 虎形态打野 效率非常高 同时现在大家也知道 就是小怪越来越弱 大怪越来越强 以往的AOE型 亲野 在经过野区 数次调整之后 其实现在虎形态 跟凤形态的打野的 一个效率 在你有蓝的情况下 是可以相比见的 可以媲美 对 因为以前都是觉得 凤形态打野 是对 效率最高的 对 一方面它是AOE 二方面就是 它这个蓝号 非常低 对吧 我自己玩五瓢 我就有一种感觉 就切换切多了 好像蓝完全不够用 对啊 凤形态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于 虎形态你是切一次呢 我就有一次额外的伤害 对吧 凤形态你是你切一次 只要没打三下就有 好 这边仓队长 勾引的非常的到位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勾引呢 还是因为技术比较 我们这就先不说了 你又逼一下是吧 我真的 我从头到尾 我都是相信队长 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 是因为对线功底比较差 所以搞到对面 想跟他出手 搞到对面 对他有想法 对不对 我绝对没有这样想 从来都没有 我接不下去了 你接不下去了吗 因为他是我唯一 不能够下手去黑的 是吧 你对别人就没有这种尊敬 你说叫 因为男生嘛 男生 好 我们这边推完一波兵线之后 干渴完中路就帮他 帮他把这个兵线推进塔下 同时 红Muff没有 那我可以选择绕塔来干渴这个 因为我的两个召唤师技能都是好 但卡斯克 他说他没有蓝 但是没问题 我们这个地方进塔的瞬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 炮车扛到了伤害 这是一个非常 很好的开局 但是我们的刀锋没有蓝 你就应该自己主动Q上去来吸收伤害嘛 对不对 刚刚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 他自己先Q上去 帮我来承担塔的这个伤害 然后我来打输出 对吧 反而是他半天又不出手 让我来扛了这个塔的伤害 我输出又不好打 同时他自己在塔下没有蓝 又不好打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我真的有点想反杀这个卡斯克 但是想了一下 你们几个人来了呀 熊暴 这人太多了 你们不应该这样 其实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当自己的队友来帮你进行干课的时候 你要先看一下自己的一个装备情况 还有揽量情况 技能情况 跟队友有一个及时的沟通会更好 所以我的攻势逐渐的有点打屎 打屎是什么 打指了 然后我决定先出一个这个黄叉 然后我的黄叉事实上很长时间之内 我都不会合成为另外的东西 可能会是到最后一个大件 我再把它合成为三项 这样的一个道具 电刀呢 再说吧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黄叉只卖1175 对吧 它就提供5%的这个移动速度 再配合上我的符纹 它其实可以增加接近10% 然而你再花点钱 把它合成为这个电刀 甚至是三项的话 你发现它提升的呢 只有那么一点点 好的 刚刚这个地方我们是有眼睛看到它 明明的来到了自己的F4 它交出了一个闪现 但是我觉得这毫无意义 因为面对一个 我现在已经是5级的熊形态 你怎么跑 你现在没有冰线 它现在有没有在眼里 有没有 我觉得都好说 我的这个移动速度太快 打完之后来收一下自己的这个蓝buff 蓝buff非常重要 因为有蓝buff 第一我切熊的这个间隔会更加的短 让我加速的这个能力就越强 同时呢 你要反复的切虎形态 这个无论是打野还是打人 它切的绝对要比这个凤形态要频率 频繁要高很多 是的 那其实还有点就是在于 刚好你的中大一匹是不是需要蓝buff 这不是刚好 是故意的吗 就你要么呢 你跟中路的说好 你是打这种杰 蒙森 卡兹哥 甚至潘森等等这种物理型的 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个 对吧 那我就直接拿这套出来打 我甚至惩戒都不带 当然这也是我有点黑暗 这种变态了的玩法 大家适当参考一下就好 你干什么 身为一个机动力非常高的英雄 但是你面对垂石 我知道这个版本 垂石的控制能力真是太强了 三个大控制器应该说 那垂石现在玩腹处也非常好 你想它一个稳 几乎是一个稳定的这个 把你撂一下 然后它勾到你呢 这是一个单体控制时间非常长的 好吧 我本来说是打掉这个红buff呢 赶紧到下路来撂一圈 结果发现 结果没想到我们的南墙成功的是在 有眼 没有眼的情况下 我是贝尔格里尔斯 我要向你展示 怎样才能在地球上 某些最危险的地方求生 我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挑战 在那种地方 如果没有适当的求生技能 你甚至连一天也坚持不了 向你展示 怎样在光业求生 成功的被对方包下了 我说的有眼神 我们现在是斩 我刚刚后头还有一个钩子 我现在面对的是四个人的一个追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荒野求生啊 我们平时也稍微看一看 贝爷 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呢 他一直都是变成成功的 但是在他来到中国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就消失意见了 我有听到他贝爷的一句话 贝爷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 他大概演了五十多期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 这个东西的味道有点作偶 真的 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说 我见过他吃过无数的东西 他第一次说 这个东西的味道有点作偶 我记住 先干净这种 刷我的刀锋才来干净 刷我的刀锋 先来干净 你想想 你想想 我们在第一季这个时候 最后一期节目 我是不是就在这里死杀 这里就是我的主场啊 我在这两片草丛之间 击杀过无助的英雄 跟这个宇宙说再见吧 九八 未来已经改变似的 汽车人战败了 邪恶胜利了 而你们 你们将不复存在 顺便来收小龙 真是的 顺 刚刚是不是 就两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有一个男人 冲进来了 他的心中简直是藏了一只 野蛮冲动的豹子 王姐的脸上扑僵起来 应该是怎么说 两斤胶齿的时候 打得难解难分 勇者胜 对不对 然后突然出来了一个人 一个不要命的 战局 是 对吧 不不 你一定要强调 出来的是一个不要命的 而且他的这个 初始的 初始的这个移动速度 初始的移动速度 在我没开急跑的时候 是五百次 我开了急跑的时候 是六百次 天哪 什么 小仓队长 你 你们居然敢对 我的男人下手 你的男人 不行我要打字 嘲讽一下 这边先把这个兵线推一下 小仓队长 你们也敢杀 打狗都得看主人吧 你真是丧心兵狂了 我丧心兵狂了吗 是吗 你看到我这个移动速度了没有 一扭一扭的 五百四十二 跑过来来 敲掉他们的这个红buff 刀锋刚刚是从 刀锋刚刚是从我的左边过去的 哇 这么多人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像走错边了 我 想拐弯 移动速度太快了 我已经来不及了 刚刚那一脚 有没有飘移的感觉 确实是来不及 既然杀了小仓队长 我就再把你送去跟他陪葬 你有没有搞错呀 你们还是去杀 杀小仓队长好不好 别杀我 我跟小仓队长 关系也不是那么好 真的 你们杀他我没意见 你刚刚说的话 我刚说什么了 我不记得了 先出一个黄土 不行不行 这个对面 尤其是卡茨克 他这个爆发太高了 卡特琳娜加卡茨克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出什么抗性 我就先出点 先出点那个 堆血的东西 其实正常 我更希望 出一个水银弯刀 对 好的 小仓队长 很厉害 在这个残局 然后我们发现 哇 你 你 仓队长 你真是一条汉子 对吧 拳头上力的人 胳膊上跑的马 你是说身材吗 胳膊上跑的马 我觉得主要是 史太龙也不过如此了吧 好 刀锋 来来来 我们先来找这个 没错 就是他 南枪什么的 虽然他杀了这个小仓队长 但是刚刚你们也看到了 选择复仇呢 最后被复仇的火焰 失去了 一直之后 我一个先拍一下 包括这个南枪拍一下 有间隔的时候 再吃一个虎形的脑脑一下 是吧 不挠白不挠 这个再小便宜 我们发现这个市 六秒过了 这个市井之途啊 这个 我帮他挡一下 你确定是在帮他挡吗 我 我当时是有那个想法了 后来发现他已经 他已经跑掉了 他已经跑掉了 没必要了 我就马上把我的身躯 再往回挪了一下 是的 全是回缩 对不对 诸人为乐呀 你说 如果当时真的是 有机会挡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会去挡 那你要看是谁 小仓队长 小仓队长 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有QB 有QB是吗 那你要这样说 确实是可以的 对不对 霸王 霸王 不是应该他帮我 队长 呃 没事 你可以去拿对面的篮吧 就是这个是吗 就是这个是吗 对 但是刀锋还来不及啊 对吧 而且如果他不愿意 跟我打的话 你想想 这卡斯克逃什么 逃什么逃 别跑啊 跑什么呀 把我的蓝BUFF换给我 太弱了 跑什么 莫名其妙 那你怎么不在所有人说话 啊 我还保持素质 这样的话 打完之后 对面还可以给我一个可金的对手 嗯 误那误点 跑得个真快 脚底抹油 还记得红BUFF那一圈 哇 四个人 包括那个蓝强 最后还交了闪线过来 想多A我一枪 我当时撒开脚丫那个跑啊 而且我印象中 我还留了点召唤式技能 好像是这样 队长 你先去死一次 然后把这个蓝BUFF给我 好不好 好的 你一定好搭配 好的 我来不断的勾引这个垂石的勾子 诶 他还是挺会玩的 他不勾 对吧 要不然就是 他觉得性别不合 还勾妹子 勾妹子 好 我们在上头 我们就是 就是互乘一个机脚之士 对吧 你推我进 你进我退 或者是就算了 再看看刀锋子为止 要开稿 随时都可以 可以可以动 就等对面先骗骗技能 虎形态 主熊形态 这样的一个打法呢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发现 我在前头 已经不再是一个肉 我只是靠自己的走位来骗 这团战已经没得打了 我们先死了一个 看死 诶 卡特林那一个人绕后 那可以体现出来 我身为一个 高机动性的刺客 对吧 复生虎形态呢 我是有输出的 同时我这个移动速度 非常的快 我团战前期可以在 团战的阵型前头 好的 这里还有一个卡斯克 大家注意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闪现 躲掉他的天赋的 这个W技能 应该是 在他 反身要扔这种 尤其是类似于 拉克斯啊 莫干娜这种 不要慌 大家对着他冲 对吧 等他那个技能 马上要碰到你 那一瞬间 你一个闪现 这是一个跃迁 你确定你才1700分 从这个走位来看 我都不止了 是吗 也有1750 那手打热了 就是这样的 我们配合上这个 激情的音乐 最后就是 说到这个 打完团战之后啊 不着急走 就是能推塔呢 尽量把这个塔给推掉 很多玩家就是 打赢团战之后 就收收钱呢 什么的 其实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推塔的游戏 嗯 这条是什么 上头就不去了 上头那个小兵 我就不收了 我们看到这个树精 跑到这来 又想保护他 这个蓝帕 所以我们说 现在不带宠戒 打路人 其实我觉得还凑合 但是呢 为了防止这个意外发生啊 我一般先 仰装带一个宠戒 我的这个游戏快要开始的时候 我立刻换了 把它换了 换成一个机砲 大家一般都没发现 现在是记一下 什么时间 嗯 23分钟 23分钟应该是 马上要刷龙 因为我记得 上一条龙 差不多就是在 这个时间 啊 乖 23分02秒 貌似是 没错 走吧 走 哎 女刀风 女刀风 嘿 女刀风怎么了 女刀风有点 不把自己当个人了呀 卡兹克这种人 他想打就跟你打 他不想打 你也追不到 是啊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打了 因为上面已经去了 两三 四个人了 锤石也去了 那个树精也去了 这个地方我们要赶紧 打完这个小龙 然后去 主要要去救一下男爵 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男爵的视野 这一局 还有点在于 你没有视野 嗯 是 这是 这个玩法比较弱势的一点 在于敌人是 当着你的面 强打男爵 是 是 比较心安理得的 对吧 所以我比较希望 奴奴啊 来当这个辅助 我怎么总觉得 只有你一个人去啊 我反正反复的来 反复的点了这个信号 这个辅助 大招 保护 走走走走走 藏在上 依我身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好办了 他叫了一个闪线 我来帮助他 断后 挨个排鱼人 有烟雾弹 我不知道他跑了没有 还行 然后小兵出来呢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藏在这个小兵的后面 尤其是躲一些 卡斯科还放了一个闪线 好的 这个垂石 这个垂石刚刚 他要是勾到了就好了 他如果勾到的是 后排的卡特里纳 卡特里纳首先 他没有这个生命危险 而且这个垂石 自己无法移动 对的 可惜了 这个地方 我继续用自己的肉体来吸引 发现 主熊形态呀 第一跑得快 干可凶 第二呢 跑得快 勾引强 我不肉 我跑得快 对吧 天下无功 唯快不破 三 二 一 我只需要三秒钟的时间 就能在队友 打僵起来的时候 好 这个地方 对面 不要怂 不要怂 对面交出了所有的技能 一定是要冲上去 对吧 第一是士气 第二呢 是欺负对面的一个技能冷却剂 好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反向的一个走位 人死之前的行为 再易数 但是你想想 我也很文艺 你意识真好 我很文艺的 你意识真好 我意识半会 你意识真好 来来来 这两个人出手 只有一个人有输出 那就是那个中单 我的状态不好 我就勾引他一下了 他只要把自己的位移技能交出来 结果是什么呢 是不是发现 这个时代 你煮龟什么的 肉是没法 没法肉的 这个时代 三个人足够打爆你一个非常硬的污点 哪怕你现在双抗 就切技能能降 苍队长这个时候一个人冲了进去 我听到了他灵魂的大喊 将军莫非欺我呼 于是我拍马 赶到 飞身上马 然后我死了 然后救活了他 美女就英雄 我毫不后悔 英雄就美女就受错了 我毫不后悔 真的 宁叫天下人赴我 修叫我赴天下人 这是个好基友 对不对 当队长需要你的时候 当你的任何一个队友需要你的时候 不要管结果 友情是一辈子的 游戏只是这一句而已 是不是这样 游戏可以输 提摩必须死 提摩必须死 这好像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 是 我似乎又听到了 小桑队长灵魂一般的赞语 对吧 人家在问你卡特伊过去 没有没有 这只是他转移话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小桑队长非常的傲娇 他不希望自己这种感动的这种感情流露出来 他不希望别人知道 其实他的体内还有柔软的一面 因为Q技能有一个 有Q的标记之后 你对他的下一个伤害会加成吗 是的 这边我先救一下这个刀锋 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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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冲那个空血的 你早点搞这个男枪什么都有了 哇 这个很大 宁叫天下人赴我呀 真的 他有执念了 你知道吗 玩这个游戏千万不要有执念 包括我这个打法的核心就在于 我要反复勾引对面对我产生执念 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 为什么要渐渐深呢 锻炼锻炼 对吧 关键时候 你把自己的肉体 尤其是这个只有半档血 就是比较空血 比较裸体的这种感觉 露给别人看的时候 尤其这一转 这一局中单还是个卡特琳娜 是个女英雄 他一看到你这个雪白的肌肉露出来 哇他当时就卖不开布了 什么感觉 你之前不是说过这段子吗 说过吗 我外衣都脱了 我外衣都脱了 我下次脱个内衣好不好 维多利亚的 好吧 刚刚中路的其实是配合 就我心目中 我觉得那个刀锋会 会按照我的想法去 我还是太嫩了 你有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队友 你可以在你想杀的英雄 头上给他标一个记号 我觉得我当时点他已经执念了 不过现在我又听到了 刀锋的灵魂的呐喊 他说妈妈再爱我一次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就沿途 你看要么呢 我没有 这个男枪 我刚刚在杀他之前 我问了一句 小朋友 你是不是迷路了呀 告诉叔叔你家在哪 他说叔叔 我最喜欢看街开头的那个解说了 熊孩子 我拍死你啊 对吧 街外对不起了 你躺着中枪了 熊孩子对吧 迷路了还敢这么嚣张 好这边可以继续打 来来来 我内裤都脱了这一次 你看这个卡顿呢 对不对 见不得这种浑身有肌肉的人 继续往上走 我刚刚这个水银腰带用掉了 所以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比较裸体的状态 我希望对面能够对我产生更多的兴趣 夺夺技能 这个熊形态走位 你又没发现特别的爽 对 对面只要稍微忍不住想回头扔个技能 然后你又把它给躲了 那迎来的就是一波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反驳 熊形态 这是我们今天这场教学的主题 不仅仅是一个新玩法的 我刚刚其实是想闪现的 但我觉得他应该打不死我 我双方可能还是有点低 我刚刚要是舍得这个闪现就完美了 我这个意识就超越1800了对吧 哪有 这里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7号不是1700的水平 只是这个赛季实在没有时间打 你搞错了 我这个时间打的赛季 打的时间很多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打了什么飞机啊 打了很奇奇怪怪的 包括我还打了之前自己这个 凤形态的神经病版的这个污点 打了很多卡 我已经整个智商都已经下降了 本来就不高了 是 我看以后我还是沉迷野区吧 专注野区20年 出门的时候20分钟 所以你看我这个出装 红爪 然后五塑鞋 五塑鞋之后呢 我覆摸的是石针 因为这样的话 它能大幅缩减 我两个召唤师的这个冷却时间 在这之后呢 我如果比较顺 我就先补一个黄叉 只要1200不到 然后我又能提升 5%的这个移动速度 哇 你这片走位也好 干个成功率也好 真的 就跟你肉一点点 跟你输出高一点点 我觉得没什么太多关系 我要实现的就是 对面看见我的时候 它就跑不掉 甚至于兵线比较长的时候 它被我这个拍到一轮 然后教什么技能想跑的时候呢 由于兵线很长 然后我这个持续追杀能力非常的强 这导致对面非常的头疼 在这之后呢 如果对面这个输出比较高 或者他们这个装备起的比较快 我可以出点肉装 别的也不考虑 就是一个狂徒 对吧 然后输出装呢 水银弯刀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非常适合物点 你想想包括你这个 做成之后 你只要解一下 你当时一秒钟之内 能够获取一个巨额的速度加成 说到底就是走位 其实就是你速度 我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在 跟速度 提速对吧 包括技能也好 速装也好 对 因为这个S2 或者说S3早期的节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现在 早期一些嘛 你弹这种正面 去刚去看谁肉 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 你现在就是骗技能 真的 大家要相信我 这个版本 英雄联盟 哪边厉害 就看于哪一边骗到了更多的技能 这个技能 一方面是骗空 二一方面是让他打在无效的人身上 对吧 你打在我身上 哪怕你把我打到空气 我速度快 我有两个召唤式技能 我跑掉了 对吧 闪现啊 对 你就摆放 闪现 招什么技能 有没有这种感觉 走上去等别人先打 然后开着这个巨熊形态 首先还偷偷存一个虎形态 然后在他快死的那个瞬间 轻轻地用自己的熊掌 捉他一下 你来扛一下 扎开五指 去那卡兹克脸上一掌 打落他五颗门蚁 这个刀锋 这个刀锋 空血很屌啊 好吧 我们第一场 其实我觉得还真是一个 比较逆风的存在 在于我前期的这个干客 不是特别的舒服 接下来我要带来 主熊形态 干个更凶猛的一场排位 是我跟真一的一个双排 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场教学 好 上电视秀出你的游戏角色 同明星主播们一起征战沙场 就来TV游戏中心 GTV游戏竞技淘宝商城特会出击 战队大神亲身评测 明星主播诚意推荐 竞技外设 主题服饰 游戏周边应有尽有 价格优惠 正品保证 购物更有好礼相送 主持人亲笔签名账 限量版DOTA 英雄联盟实物地图 马上登陆GTVGame到淘宝.com 或者淘宝送走店铺 GTV游戏竞技 畅想更酷更炫的游戏生活吧 好 这局我们可以看到 中单的是一个节 然后那其实是DC老师的小号 没错 最近DC和真一之间 是一个带恋和被带恋的关系 就DC老师帮那真一 不不不 说反了 说反了 是吗 好吧 我们不说这么多 然后相信经历了刚刚这一局之后 大家肯定还是想知道 就是天赋啊 符文等等这些基本设置 然后包括你的一些团战的思路 可以给大家先讲就是 符文呢 是红色带攻击力 然后黄色护甲 我们先看看这 对不起 这里已经开打了 先猫着 左边去了一个人 我们蹲在这边 他应该不知道这边会有人 然后只要等着有人进来 二连虎 可以看到前有霸王 也生的被收服 现在一只冰鸟呢 就是两下就变成弹了 有没有 我们看看这边 努努有加速 但毕竟这边就是离塔比较远 对吧 这个时候我开着急跑 收下人头 我已经打了五个虎形态了 貌似 我再打出第六个 好的 那不用开闪现 因为我出这个符文 好我们接下来讲 符文 紫色带的是移动速度 所以呢 我这个 对 哪怕是弩弩 对吧 大家都没写 你又达不了 没有问题 我跑的比你快多了 至于蓝色呢 其实 大家可以带成长的魔抗 但是我这局呢 或者说我平时的习惯 是带一个固定的法力值 因为前期的话 大家都知道就是 你前期经常要切形态 这样的话 你蓝量总体多个一百点了 你这个魔法放起来 会充足一点 尤其是打完蓝buff 再到打红buff 如果你魔法不足呢 那你可能要省几个技能 包括这个 我们前期说 为什么要升一级龟 一般就是 你可以用来打野的时候 开一开 那这样的话 能够缓解很多这个野怪 对你造成的伤害 但如果说 没有这个法力值的话 恐怕你打完红出门的时候呢 状态已经比较伤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非主流的习惯 现在我觉得可以出去尝试干个上路 因为上路已经被 教了自己的技能打成这样了 然后呢 它是一个大红耀出门 所以如果我能再抓它一波 尤其你可以看到我 是的 我为了抓它 我直接是升了一个 二级升的熊形态 你倒是上了 你一级应该升的是个一技能啊 不上 其实这个地方 芒僧它二级 然后它身后没有兵线 小兵在前头 你只要减速上它 我这里还有一个闪现 有二连虎 它几乎是要死的 是的 是的 急跑 说到这儿 我们就继续说一下这个 天赋 我现在带的是一个 2109 21 大家要注意 就是在这个 浩杰和你的这个大招 是要带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你虎形态 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爆发季嘛 嗯 这也会稍微高一点 继续看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我一直没有切熊形态 是因为我手上已经存了一个虎 如果我改变这个 这个 自己的形态的话 它已经早已经超过五秒了 那么这个虎形态的攻击力就会消失 那我肯定只有一发虎的话 是杀不了这个人的 我试图 利用自己的移动速度 先摸到的这个虎 有点可惜 也是稍微细细稍住一下 是 你想再回去吗 因为你有红爆发季 是啊 可以的 我觉得 可以的 好的 先切一个虎形态 然后等马上要接近的时候 再切一个熊形态 这样的就是尽量的打成一个二连虎 甚至是三虎 来吧 这个交 对 交了一个闪现 但还是及时的将它击杀了 在这种位置 尤其你明显的知道 对面肯定没有闪现 没有位移技能的时候 就是所谓这个 免得节外生枝 对不对 是的 我家在买鞋子 在买一点眼 就是说你可以尝试去 拿下你的文化服 然后再去下 是的 我们说到这个天赋 介绍完毕之后 其实有一点在于这个 我们点的是一个法川 虽然说那个法术强度 就是法川上头那四点 对他来说 对物点来说 没什么太多作用 但是虎形态呢 这个你主要的伤害来源 它确实是一个 你想想 它是AD1.5 对吧 那这样的话 点出一个法川 确实能够显著的增加 我们的一个输出 是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这个打法跟思路 大家从刚刚这一局 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现在 从以前的用龟形态 来硬吃伤害 变成了一个主熊 不仅仅前期 干个的这个成功率呢 很高 我们就先不管那个辅助啊 不仅前期这个 干个的成功率会很高 只要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包括上一局 我经常抓下落 就在于只要兵线一好 一进自己的这个塔下 我当着你的眼过来 你跑不掉 往后走呢 打团里头呢 我利用熊的一个加速 我频繁在前头 不是硬吃 而是不停的来骗击的 我觉得这个思路 大家一定要就是 要相信我在于 现在这个英雄联盟的节奏呢 永远是在于哪一边骗掉了 或者说是 让对方放出了 更多无意义的技能 他放了一眼睛 对啊 节啊 能量系的嘛 应该是1130 不知道为什么130 这个数字在英雄联盟里头 要被屏蔽 莫名其妙 对啊 回家出一个五速鞋 然后没钱买针眼 其实我想买一个针眼 把上路一插 在上路那个 就是往河道走的 那个草丛里头 放一个针眼 你会发现 对面真是大崩特崩 这个地方还一定要拼命 然后互换闪现 但是 他为什么要往回走 我们只能说就是这个 是这样吗 我倒是觉得就是 带恋都有这样的 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带恋 为什么呢 他一般就是最后 就是要害你的这个分数 要下降了 为什么 这是传说中的被害忘想象 你想想 DC老师 你需要别人带恋 别人会好好跟你带恋吗 你主要不给钱 对吧 给不给钱 我觉得都这种结果 应该是不给钱的原因 对吧 最后坑完之后就是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能打呀 为什么要别人带恋呢 我们在这放只眼 对吧 七分钟出头 八分钟左右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惩戒 不能偷 但是呢 我这个输出高 加上有双召唤式技能 大家 你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在于 我两个召唤式技能 这就意味着 我每次去干渴都能开一个 对吧 我第一次去干渴的时候 我开击跑 第二次去干渴的时候 我开闪现 第三次去的时候 第一个击跑已经冷却了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天赋点 20109 因为9里头 我还能再缩减10%的召唤式技能 然后再配合上我这个失真 35% 哇 冷却时间 一下就爽了 互换闪现 对方 对方盲僧应该是在之前 还没有小兵的时候 就已经交了一个W 对 然后交了一次闪现 然后 对 他照性以为有机可证 结果没想到新生的一波小兵 这其实也是大家在单线 对个盲僧的时候 要意识到这一点 在于 你可以根据自己小兵的一个 出现的一个位置 对吧 原来他这个闪现没有交 是在我这交到什么 我试试看 挠一下 再挠一下 DOT的伤害 其实虎形态是有一个 就是逐渐打出的一个DOT的伤害 爆发还比较高 但是由于是盲僧 他这个护盾加起来 就能够大幅的缩减 我的这个伤害量 是的 我现在就是在拼人品 赶紧多打几个红爪的 额外伤害啊 不行了 他有伤害 这只能看着 大丈夫所谓能屈能伸 对吧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本来等级是一样的 就谁拿到这个 谁倒六 他拿到了 那我们只能说是选择回撤 据说这个团战 团战思路吧 趁这个空档 就是 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硬吃肯定已经 拨食了 然后呢 虎形态 我作为一个高 急速 就是速度比较高 同时又有一定输出的 这样的一个英雄呢 但我还是很脆 所以我经常会 博选的去一个冲脸 去追杀 很多时候我就先上去骗技能 这是我团战的第一个功能 骗完技能之后 大将打将起来 对方技能少 我们一般会要占便宜 而这个时候一旦还有 就是现在这年头 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流行 冲脸来冲你的ADC 对吧 你本身技能又少 你要再来冲脸 我作为一个 就是控制很强 速度很快 还有这个 复虎形态 有一定输出的人 我就保住我的ADC 在我的ADC旁边打输出 你管我吗 你管我ADC 打你打的飞起 你冲ADC呢 那我就在旁边尽情的输出 这就是我一个 作为高速刺客 在团战里头的 两重的一个行为 第一是骗技能 第二就是 站在ADC旁边打输出 这也是很多 中单营 然后说到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 场面上我顺风 但是阵容上的 这一局非常的有讲究 在于第一 对方的这个中单 APC啊 凤凰 他有两条命 第二呢 他这个几个技能 第一他是指向性的 你靠走位很难躲 我主的 我指的主要是 他这个异技能 很大招 他是一个经常能够 就是稳稳的限制你 突进追击的 这样的一个英雄 然后其次在于 就是呃 女警也是一个 他怕你的突进冲脸 像磨疼啊 刀锋啊 这种 我觉得他会很怕 但你加速 移动速度很快 这种他不太怕 关键你还没走过去的时候 就已经被他这个超远距离的 先点了几下 而且你平时就是 乌蒂尔 我不是很热 我平时要经常在这个阵前 就是晃来晃去 来吸收 来欺骗对方 放技能 而女警呢 刚好在这一点上 他是能够克制我 而我们这边的阵容 先不说我跟中路的一个阵容搭配 因为我要打一个主熊复虎的一个玩法的话呢 中坛肯定是要不吃蓝buff的这种 在这样的一个不提之外呢 我们的辅助风女很有趣 怎么说 我一级的归形他 我的护盾不足 然后他能给我加很多的护盾 护盾 同时呢 我这个Q就能享受1.5的AD加手 他这个盾加到我身上很爽 对吧 其次呢 他增加这个3%的移动速度 配合上我开熊形态 你可以看到 500 540 548 这个地方真一 你是不是冷静一点 你已经在这个凤凰的身上找了无数次了 这也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游戏啊 其实已经逐渐脱离了一个个人能力制胜的一个阶段 很多时候你个人能力再强 你也无法1.5 甚至 1.2不可能 对啊 他就来一个这个 一个打野的 或者来一个盲僧 在你旁边晃悠 你真是进退了难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骗技能 反复的勾引 让对方对你产生执念 觉得接下来的方法好高啊 是的 然后对方小兵很高 这样的话 我的护盾其实是形同虚设的 再加上他这个 这个E技能你躲不掉 对 他的Q技能呢 我还能躲 但是大招跟E技能真是 没办法躲 他每个都打出来了 对吧 他Q技能是我可以躲他的那个晕 但是他直接往你脸上放着 他只要擦你一下 就是让你身上 对有一个减冰冻的效果而已 这非常头疼 这局的英雄是 无点非常不想看到的 你想弩弩 对吧 在对面 然后凤凰在对面 盲僧带还好 女警在对面 对 这三个人组队 一开团 鲁鲁在你面前放大 然后这个凤凰在你面前放大 你就别想着突了 不过这也是进一步的 就是让我们坚定了 现在的这个玩法 对不对 我先骗技能 骗完之后 我就猫在ADC的旁边 大爆发 嗯 栽在路人里头 因为 看看这个地方 先用自己的虎形态 然后帮女警 不是 帮这个风女先扛一下 管他放不放大招 我反正就摆明了 我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 这样打完之后呢 我的队友应该会给我一个团队合作的假招 这边是 中单一期开了 很多时候你这个信息的传递 是不是很重要 尽管他还没瞄着你 我就先在你面前了 你就知道我未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你的盾就应该给我 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成绩 大不了 这个地方下路缠起来了 那我赶紧去偷掉我们的这个 这为什么要说偷呢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吗 因为在队友已经没有状态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过去跟别人应拼 只会起到一个混乱的效果 对方 对本来队友就是明明白白的 我就一心走 我是有机会走的 你这些时候你又上了 那我走还是不走 就是带着对面 带你的队友打这种 就是胜负参半的团战是不好的 你会让队友之间产生这种 大家不仅是不信任 然后是一个产生 很容易产生分歧的 对呀 视野里头看着这个两三个人过来 空鞋在塔下晃 时间久了呢 肯定会要出一些意外 其实刚才放我的墙 救了疯女 是的 这边放一个眼 她的影子过来 自己是被沉没了 那这个地方我拍 杀奴奴是假 主要还是要卡在女警的前头 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 如果说是瞄上这个 我们已经死过四次的 中单的这个结的话 我怀疑她应该是要死 继续一副要追的样子 我就忽加忽畏的 苟障人士的往前上一上 是的 这个时候赵姓简直是 势不可挡啊 势不可当 我临时升了一阶 二级的一个归形态 因为我只是上去做做样子 我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先不走 因为我怕她有夹子 赵姓还要上 但是对面通通的没血没蓝 这个确实可以追 我呢就很多时候 为队友提供一些帮助 确保自己不死就行了 是的 先杀了两个 扛了一下塔 然后赵姓进去 没错 赵姓 她的状态很好 永远是用她来承担这个 牵手的发起者 然后哎 哎哎 哎呦 你看这个疯女就给我盾 就不给她盾 她前头 可能还有CD 嗯 CD那当然的了 没加上从来都是CD没好嘛 对不对 反正你又看不到我 哈哈哈哈 真的 你很多时候怎么样跟路人搞好关系 你的一举一动 你有没有看过《水浒传》 你 我举个例子 宋江和柴静 同样是资助 武松的一个 这种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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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头目 对吧 为什么武松跟这个宋江的关系更好 跟柴静好 因为但是我觉得柴静 都是资助的太多了 你想想就是宋江赞助这个武松 走的那十两银子 都是从柴静那出来 柴静呢 还把什么 做好衣服的这个料也全都给了武松 然后呢 就宋江每天就陪着他去做衣服呀 喝酒啊什么的 包括武松要走的时候 宋江送了十里 又送十里 再送十里 所以我们就说平常 这个你的付出只是一回事 你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尊重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风雨的身上 我们发现了啊 成熟的男人和这种不成熟的带恋 不一样 那当然是这样 你不先尊重你的队友 你的队友要怎么样 怎么会跟你一条心呢 还有点是在于比如说 对于柴静来说 他给这些问题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对 他不是感情的期限 他只是说 哦 随手关门嘛 对 跟随手关门一样的带恋 但是对于那个宋江来说就不一样了 宋江来说我觉得也差不多 甚至于他拿的都是柴静的东西 这是一种 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是的 是一种感觉 你非常在乎他 交朋友 没错 所以我给你沉默的好朋友 我不尊重你 你看看我这抓人的嗅觉 在盲森身上的臭味 我找就闻到了 双眼市民 丝毫不影响我们追捕敌人 因为我能闻到他身上的胡臭 往下走往下走 撤吧撤吧 这个地方宝大 就是不带宠戒肯定是有亏吃的 大家已经发现了很多点 就在于你有机会去偷龙的时候 你不好偷 唯独就是前期还杀完人之后 转龙呢 会会比较好 优趣打蛋去了 我们发现真一就是对这种番茄啊 鸡蛋啊 这种料理真是有一种 就就莫名的有一种冲动 忍不住啊 其实前期就是你下路杀完人之后 去打龙是没问题的 哪怕有格加斯这样的人过来 因为我有两个召唤世界呢 你来我就杀你 我主雄形态 只要你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一眼 我保证让你躲不掉 这个他真是 真是看都没法看 我唯一的一次判断是 悟其实就还是体现在 再来这一点 就是谁产生执念 谁就容易 把自己的性命给交出去 英雄联盟真的就是 他操作的空间呢 看似很大 但其实说到底 你无非就是哪边交了技能 哪边把输出打光了 仅此而已 所以你很多时候蛮力去追 当你想跑的时候 别人 你就走不掉了 别人的技能稳稳的可以 放到一个拳头已经伸出去 还来不及缩回来的人脸上 从这一点上 我要变得更加的成熟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 乌蒂尔这个玩法很爽快 你看我动不动 就是550年的移动速度 就跑得快嘛 对啊 因为我憋屈了很长的时间 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我怀孕久了 一年嘛 你想想S 他老娘硬是多怀了一年 才把他生出来 我觉得这个家伙生下来 应该智商就已经突破200了 或者是这个 哪吒 哪吒没错 还十万个那种消化呢 看这个地方对面身后 似乎是有伏兵 所以我也不能贸然的 包括在这个地方 很可能有野 对吧 但是我想试一试 不过大家一定就是 试一试 所谓试一试就是 哇 来来来来 确实人很多 没错 同时你可以看到这个 女警真是特别的讨厌 你最怕这种ADC 他距离超远的来摸你 你进去的时候 你身上那个护盾 形同虚设 我们看看残局怎么打 这就谈不赞 残局 双方进到这种拉锯器 其实比的就是谁 先动手 骗到技能 然后呢 哎呦 骗的全都是平A 很纠结 但是 谁在这种情况下 更多的能保住理智 谁就能 撬动整个团战的天平 继续在前方 也不硬冲 对吧 也不往后退 时刻找机会 来骗取这样的 那样的技能 这样的那样的 你又A我 但女性有个游戏 其他平衡的话 他手长了 是的 但是 我觉得 我不是神 所以我的对手 也不会是神 他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好 这一波 我已经吸到了 三个英雄的技能 同时 在赵信 义无反顾的 冲上去的同时呢 我还是这个打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继续打 没有问题 因为对方 蒙僧的技能是CD的 好 等他 等他状态好了 就是他那个技能 Q技能已经冷却了 我就先退一下 这个卡技能的时间段 是大家 这个上分 或者说提升技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很多时候 你的血量 你的这个状态 不如别人好 但是呢 他技能放光了 你就可以上 然后我们还是这套 当面诱惑 对 你来 你别走 我打你的蓝buff 你肯定忍不了吧 对吧 我拍他一下 然后你放技能快 好的 放光了 他现在已经 彻底的没蓝了 但他能走 那怎么办呢 我继续当你的面打 你忍得了吗 你忍不了对吧 你忍不了 那你就死呗 嗯 只要他还是血少 是 是 我是血少 但是我没有跟你拼呢 我只是来骗技能 我只是来偷你 不能忍他 那他 那他当然不能忍 卡状态 卡技能CD时间 其实刚刚 还有一点很亮 在于我们的疯女 在 我知道那个盲僧Q 马上就要好 我绕了一下 对吧 他踹的是一个 虽然说再踹过去 肯定杀不死 但是呢 在踹过去的时候 疯女一记漂亮的Q 把马上要过去的盲僧 停在了半路上 这种就是 你不仅打赢了 而且从精神上 已经胜利了 我们的辅助 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我们刚刚 是打完龙之后 都没状态了 对 大家撤退 然后他真是义无反顾的 一个人就是 向我开炮 冲到了敌人的 就反向 冲到了敌人的家里头 我真的太感动 就 我前头送了他 十里又十里 我觉得没有白送 水银弯刀 水银弯刀是一个 攻守兼备的道具 现在已经极少 有这种东西了 你想想 就是像磨炕刀 就是这个 隐磨刀 或者说是这个 魔法利刃 魔法末日的利刃 至少都不太适合 五点 复虎的这个打法 而水银弯刀反倒是 第一 我好难被你们控到之后 我能解状态 第二 我进一步的有加速 在我本身 速度很快的情况下 我再加50% 哇 快的飞起 在这样的技术上 他还能附加 很高的一个攻击力 这种种都是 五点非常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些年后 你发现我什么任性 天赋我不点 水银鞋我也不出 我只是逼着自己 就是有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我就是要躲你的心 中老那是我傻 中老是技术不过关 是的 其实有点像就是 我们玩一些 小包玩 有一些是必须要去 躲的一些东西 是的 求极限 但我相信 能够做到 凭我对乌蒂尔的 一腔热情 我跟他相处真的 三年了 三年了 怎么可能 真的有三年了 两年前就已经是 不删挡那侧了 在那之前还有封侧了 你加入GTV应该有三年了吧 真的没有吗 我反正是来GTV 头年就在玩这个东西 好像头年的这个夏天 没错 六七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玩 哇 那个时候 什么盖伦 赵信 厉害的飞起 就出红爪 出灯笼 就往你脸上涂 好吧 刚刚这个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在草丛里头 没有视野 然后进去去追 一旦去跟他们打 会很容易形成一个 我们追击追不过 往后逃呢 他们很好追我们的 一个状态 加上这个密集的地方 像奴奴啊 像凤凰这种英雄 非常适合给你一个 LE的限制 投完自己的红buff之后 再来 我们看看 尝试一下 两边打团战呢 永远都是互相试探 但是呢 有的人试探着试探的 就真的上了 有的人试探着试探的 他只是为了 引诱对方放弃呢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的目的 包括这个盲僧 你看他的走位 他如果往这边走 我就开机跑上 你交W没用呢 当你看到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上了 我就 没错呀 往前走 打完这边之后 有队友打龙 但是有队友 点这个龙的信号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惩戒 在这种地方 还是不太好办 因为他跟小龙不一样 对吧 小龙我随时可以终止 大龙 你打到一半 想停止 他已经打了你 很长时间了 而且你的队友 容易形成一个分歧 好的 没有蓝的 这个冰鸟 这地方 切虎形态 猛烈的输出 再切一个虎 拿一下 好的 我伤害已经够了 那是一个DOT的伤害 我打完之后 人就不用管 EZ 这一局 他扛这个塔的伤害 对吧 跟我们这个带链的 完全不一 我还记得下路 那个ETA 他是帮我们的 DC老师在联络 然后 然后 然后什么呢 我就想说的是 我们几个人 就是 去打那个塔 其实是 塔来打我们 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你看我刚刚 有没有送江这种风格 有 我怕他出事 我一般 就是 旁边守着 是 有的时候我就回城 有时候BC没有掌控好 然后要回城的时候 然后 突然辅助 就冲到前面去 帮我打那小兵 是 有的时候就是辅助 一看到我要回城 马上就知道我后面 就我只能说是 这个游戏的设置 和现在这个时代和版本 就是这个样子 谁不希望 就是靠自己的个人能力 就是像一个英雄一样的 就是冲锋陷阵 对吧 起码砍杀 哎呀 但是 这个游戏毕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 很多时候做人比技术更足 我们今天怎么变成一个这样的教学 是这种就是人 被社会逐渐的同化之后 有一种淡淡的无奈 但同时呢 我们虽然是这样 但是 也要想办法把这种暴力的风格给展现出来 黑谁啊 没有啊 逼什么呀 你看我这个 哎 他开击宝了 我占据一下这个有力的地形 对吗 512高地 在我这儿 好 往下走 我们的背后已经插入了 等他们这一发技能放完之后呢 绕开这个 踩 我说绕开那个陷阱 我就知道有人会踩 然后先帮队友 打团队的时候你要注意 要么你站在ADC旁边 但如果你已经深入敌后的话 就是谁跑了 你不用管谁 谁正在打输出 刚刚比如说是吗 这个盲僧现在打我们的这个杰 那我先管他 就先管盲僧 盲僧已经要撤退之后 这个时候凤凰在进行输出 那我就先打凤凰 我不是说一定要杀谁 我目的只是让你们不能输出 对吧 随后呢 我就在你的面前 浪浪浪浪浪浪 只要你对我产生想法 哇 这个盲僧的W好硬啊 你要想 我已经出了这个暴风大剑了 我一个虎形态 居然还没打死 一点 哇 大家都帮他打 这是叫什么 精神领袖啊 在刚刚他龙战的那一幕 真是让所有人都为之沉浮 真的出去 我恨不得三个这个友好的选项 都帮他点一下 你不觉得玩游戏就是这样吗 就是一方面是 你离胜利会更近 另一方面就是你整场打下来 你的感觉会会很快乐 对 那其实也没那么感情 对啊 有的时候就赢了之后 也觉得啊 带着一些猪一样的队友 啊 赢了 有什么意思 会是自己安慰的最好